哈喽,我是May 这一集分享一款自制重手工零失败面包配方 这个配方是我经过多次失败之后总结出的配方 烤出的面包非常的柔软,带着淡淡的香甜,非常的好吃 首先用一又四分之一杯温水 把一大匙酵母粉划开 打入两颗鸡蛋,鸡蛋打散后加半茶匙的盐 一大匙的油,还有四分之一杯蜂蜜,搅拌均匀 把酵母水倒入打好的鸡蛋液中,然后搅拌均匀 准备四杯的高筋面粉 先把一半的面粉倒入混合物中,用手把它搅拌均匀 然后把剩余的面粉全部倒入盆中,开始混合面 面揉的稍微光滑些,然后盖上保鲜膜,让它醒发 面揉的稍微光滑些,然后盖上保鲜膜,让它醒发 面发到两倍大以后,开始把面重新揉一遍 面揉得很光滑就可以,不需要揉出膜 然后盖上保鲜膜,第二次发酵 面醒发到两倍大就可以,这时候的面非常的柔软 不要用手去揉面,要轻轻的把它整理一下 尽量把里面的空气排出来 然后切成三等份 每一个面团搓成长条,长度由你自己来定 变成辫子形状,大小由你自己来定 然后放到铺有烘焙纸的烤盘上刷上蛋液 蛋液刷好后,等20分钟后再放入烤箱 花式370度烤25分钟就可以了 这样一款非常松软好吃的面包就完成了 谢谢大家的收看,我们下次见 谢谢大家